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我要凭着黑夜里的光 回来与去唱歌向往 踏着生命之后都不忘痴狂 Zither Harp 其实我们做这部剧并没有想把它做成 就是跟以往的很多古装剧一样 一定要做中国类乐器非常突出的这种歌曲或配乐 我是希望整个在气势和气质上能够比较大 比较磅礴的气势 然后也希望它比较洋气 整个华策音乐最希望的是用最好的音乐班底 和最优秀的歌手来给一部电视剧做好赋能的工作 用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导演和制片人对一个完整作品的要求 为什么会选定金大中老师来作为我们的音乐总监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特殊的想法 年轻化和国际化是我们首要考虑的两个目标之一 让我来担任这部剧的音乐制作之后 其实我心情是非常的激动的 大中老师这次在音乐上是非常早就介入了 大家就会就音乐方面达成一些想法的一致吧 所以应该是大家一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就是有很多很棒的音乐出来 要打板吗 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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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这首歌呢 是这部剧里很重要的一首情歌 也是咱们的片尾曲 那个时候制片人和导演 包括我自己 都不约而同的希望让周深来演唱 可见周深的Vocal在我们国内 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所以我在写这首歌的时候呢 就是完全按照周深的风格和声音去量身定做的 但又稍稍增加了一点难度 把音域做得更宽一点 稍微让他觉得有一点点挑战 我自己觉得这样是我录过最OST的一首OST歌 我觉得就这首歌就画面感很强 我相信听到的时候 大家哪怕只是听到这首歌 一定也会有很大的一个画面感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我在棚里跟他配唱的时候呢 也是一边写一边录这样 一点一点的录出来的 但其实效果是很好的 特别好OK了 就是很开心能够跟大焦老师合作 其实有时候一些乐器 我是比较喜欢自己亲自去录 比如吉他 贝士 一些合声器 甚至鼓的部分 可能我自己不是那种 就每一个乐器都手上铺铺很厉害的乐手 但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感觉上 或者说味道什么东西呢 如果自己有能力去自己演绎的话 其实可以更多地保留自己 编曲设计上的一些味道的 所谓的这种multi instrument player 的概念 也是我一直比较倡导的 其实我们这部戏 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女主 我希望成为女子力的一部代表作吧 最开始呢 其实就已经写出了《光的方向》 这首歌的旋律部分 是一首比较热血励志的感觉的歌 但是呢 有点担心制片方是不是能够接受 所以我是希望也有一首歌 能够有那个力量的感觉 但其实《光的方向》 更主要的是 就是手奔信仰的影响 是 都有的吧 不往翅膀的话 它可以包含爱情 因为我Demo这种唱的 我唱起来会比较有口感 不往痴狂 陪你疯狂 我觉得这首歌 更多地想要表达的是一种 很坚定的一种状态 也是一种 阔府成舟的 无论遇到任何状况也好 困难也好 我还是要一直向前的这样的一种 很激进的一种情绪 在弦域的边配部分呢 我也是尽量地避开了常规的那种 编配手法 把弦域更多地当成一个和主唱 和主旋律互动的一种功能 一问一答的感觉 这首歌呢 我在写的时候 脑子里就已经跳出来了 中世纪昌诗班的画面 还有阿尔兰风迪和少迪的旋律和感觉 所以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实现在编曲里面 我们这次有幸的邀请来了 美国的埃里克瑞格兰 来录制我们的少迪和风迪 她是我心目中的大神 大家熟知的泰坦尼克号 勇敢的心 那些很有代表性的 阿尔兰元素的吹奏 就是她录的 也成为了永门的经典 《如若归来》这首歌呢 其实是唱出了长歌的历程 当时为了更好的创作 上的启发和灵感呢 我也特意去了横店的片场 去感受了一下那个氛围感 搪起来 这首歌的小样当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我的歌 我们在这首歌的创作初期 就已经设定了 它一定是一首充满悲壮感 甚至有绝望感 但又是能够映射出正确的人生价值的 这样一种感觉的歌 我没有把它当作一首古风歌曲 在写 使用了一些电子的元素 只不过就是它在旋律构成上 还是有一点点中国的味道在里面 这首歌的曲其实是一气呵成的 但是歌词其实卡了大概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我把所有的长歌性的漫画全部都看了两遍 去找自己跟剧中人物每个人物的连接 去想象如果自己是他们 会是什么样的感受 所以才有了后来的这几首歌的歌词 世间本无相 所以这首歌里面我用到了有关无相这个概念 编曲上我会做大的感觉感觉 因为我好像是第一感觉 每一个名字的音乐 在编曲上呢 除了突出相对比较大气澎湃的旋乐之外呢 会涉及到一些类似零漆的感觉的其他的音色在里面 因为《长歌星》这部剧它本身不是一部比较常规的补装剧 所以完全不用用那种比较常规的中国风的手法去做 更多的是突出一种比较悲壮空灵的感觉 那种emotional的氛围感 在录音的过程中我觉得我们彼此都给对方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 我们叫个 对 因为我们俩可能对音乐都非常有一个高的要求吧 所以很喜欢金大舟老师对音乐的态度 前面我们是近的时候还是比较轻的 他们按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后面就直接就炸开了 特别好 你一边想到我一场 大王女长 悲欢如昙花似绣 卑上幽子扬 《落沙》这首歌 其实原本只是我在写配乐的时候 写了一条人声哼唱的 这样一个主旋律的配乐 后来当我看到有一场戏 长歌的徒弟叫阿豆 也是长歌出逃以后 身边最亲近的人 他是一个为了能成为自己 所谓真正的大将军 而勇敢去奋斗的小孩子 最后在塑州城门下 被阿什纳布雄狮的人一刀刺死 这个时候长歌在城门上 是亲眼目睹的 但是又没有办法下去帮助他 去救他 就只能眼睁睁地这样看到 最亲的人活活地牺牲了 如果用歌手演唱的形式去体现 会更加能蹭透出 当时当下情感的爆发点 最后把这个配乐变成了一首 大家现在听到的歌曲 金文奇在这个歌的演唱表现上 也相当的到位 最后效果的呈现 还是很出乎意料的好 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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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呢 我觉得第一次听Demble 的时候 就很期望 我覺得就是為了這個角色而創作的一首歌 聽到這個歌我就覺得 好像我這個角色出場的時候 或者在裡面受到挫折的時候 這種音樂應該響起來 所以我覺得是非常貼劇 而且貼角色的一首歌 因為劉雨寧的《聲線》 我們還是比較熟悉的 然後包括他比較擅長的情歌類型 而且他在這個劇中的角色還是很出彩的 整個人物的弧線都非常明顯 也是一個很深情的人 所以他唱的那首歌非常符合他在這個劇中的角色 我知道這首歌是我人物的 貼我自己人物的 為我這個人物專門寫的一首歌 我就覺得 哇 那你太棒了 我害怕別孤單去放逐 在天空飛舞 只要 你能夠 幸福 金大珠老師呢 因為我看過合作好幾首歌 以前了 然後呢 我覺得他比較懂我 嗯 他知道我喜歡什麼 我擅長什麼 我適合什麼 然後呢 所以在整個錄製過程當中 也是很順利 也很愉快 然後我跟他合作也很開心 因為他真的懂這個歌手 他的長處是什麼 其實整個BGI夢的部分呢 我們使用了大量的人生元素 包括一些情感部分的人生哼鳴 還有一些各種不同地域的民主原生態的人生的元素 特別是前期 孫和阿斯樂部的人出場的時候 大家都能感受到那種比較原始狂野的感覺 其實就是為了讓這個劇有不一樣的世界觀 以及增加人物的標籤性 這次也特意邀請了來自西班牙的歌手 Tina Ross 給我們錄了很多完全不一樣感覺的人生素材 其實《長歌行》這部劇相對於別的古裝劇來說呢 在音樂上其實有更大的空間去發揮去玩的 特別是針對阿斯樂部的音樂 加上導演本身對這部劇的音樂定義 就是希望有更多的原生態元素 反而不喜歡太傳統的所謂的中國風 或者是那種好萊塢的Modern Epic的風格 所以當導演早期提出這樣的想法之後呢 我也是特別的激動 因為這樣的話呢 我就有更多的空間去嘗試 和玩不一樣的音樂元素 這次除了融入了一些卡的音樂元素 比如艾爾蘭峰迪、邵迪 我又特意去研究和購買了一些歐洲裝飾 中世纪的古老的民族乐器 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乐器发出的声音 比如有Buziki 来自希腊的类似曼陀宁的乐器 也有Tag Harper 中文叫做马尾琴 是一个来自北欧的古乐器 有点类似蒙古的马头琴 也有Hudiguli 中文叫做手摇风琴 这个乐器在近几年的一些欧美影视配乐里 也变得越来越流行 这种乐器基本是现在的Midi 是没有办法做出来的 因为这种民族乐器 其实真的是必须要自己真正的去弹出来 才有最原始的味道在里面 所以在给不同的影视剧作曲的同时 也是一个让自己学习和接受新东西的机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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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